淋浴漏水不止 这个case呢是在当炕 是一个朋友家 然后呢这个 开关呢 没用了不听使唤了 越来越严重最后关不上了 所以呢一会要检查一下 帮朋友看一下 就是这样OK 现在呢修好了 这个冷热水 这是冷水热水 然后把这个水龙头 水龙头关上 这边就不滴水了 这个是一点点残水 没问题的 OK 问题就是这个水芯坏掉了 水芯坏掉了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水芯 就是这样OK 这就是关上等那么半分钟 20秒 然后这水就止了 这点残水 这一定要确确实实的知道 这个水还是不是在小溜的在流 所以呢 你看 现在都已经OK了 肯定没问题 就这样OK 就这样OK 我先给你一遍